主席 这个榆林及老旧的 这个漏水的管线 结果呢自来水公司坦承 在100年年底的漏水率 还是达到20.19% 如果照自来水 每年所生产的这个水量 大约是30.46亿万立方公尺 按20.19%的漏水率来看的话 等于每年就漏掉了 6亿多的这个水量 等于是每年漏掉 4个十门水库的水量 在台湾属于海岛 而且干湿非常明显的气候下 漏掉4个十门水库的水量 是非常严重的浪费 而自来水公司 他说未来还会 10年内还会投下 1125亿的预算来改善漏水 准备泰换这个旧的管线 9700公里 但最后漏水率 只能够降低3.9% 本席怀疑这样子的这样子的投资报酬率 如果在一般的民间机构 有办法被人民所接受吗 这个自来水公司提到 漏水率居高不下的问题 是由于水费长期偏低的一个情况 所以近十年来自来水淘汰率 自来水的这个管线的态换率只有0.92% 好像言下之意就是一般的老百姓 亏对了我们自来水公司 但是自来水公司在101年的年度人事费用 的费用大约74亿 占支出的275亿的两成七 而考基奖金约8亿 占了人事费用的一成 只降低的3.9%的漏水率 8亿的考基奖金 请问自来水公司 你们拿的很安心吗 我们认为 这个所有的油电双掌 他们的原因都是归咎于成本太高 但是他们有没有去考量 这个人事的费用 有没有不合理的一个情况 所以本席希望 而且强烈要求 自来水公司 他必须要先检讨 现在的人事费用是否合理 再来讨论水费是否有调涨的问题 而对于这个自来水的 这个漏水的一个问题 应该更提出具体的有效的办法 尽数来太旧这个老旧的管线 以免浪费我们的人民的这个水